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很開心有這次機會能夠在各位面前分享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人生想法 如果沒有這個想法的話我可能就不會站在這了 那我要分享一個想法是翻轉世界 翻轉想法翻轉世界 就只要你翻轉了你的想法就彷彿活在一樣不同的世界 那首先我要先講一個現實的例子 我在臉書上面看到的 就我一個朋友他快要生產了 然後他就走在路上 因為快要生產了嘛所以走得很慢 然後後面就有幾個年輕人 就是後面念念有詞 就說靠智障啊不會走快一點 然後他就覺得很生氣很生氣 他就把這件事情PO在網路上 然後下面就有一個他的朋友留了一個留言 然後這句話很有魔力 可以讓他從一個很憤怒的世界 變成很開心的世界 大家可以想像怎麼樣的一句話 讓這樣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然後他朋友就在下面留言就說 是因為從背你就看不出 下禮拜就要生的孕婦嗎 就是表示說他身材保養得很好的意思 你看他從一個同樣的事情 但是不同的看法就可以活在不同的世界 那我這邊我就要來翻轉各位的想法 那各位覺得這個練得如何 還是我不要再講那個 這是我現在的樣子 那我現在要翻轉各位 不曾看過我的這種想法 那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就被醫生診斷成一種 診斷一個病 那個病我媽 那個病醫生用一句話 來形容這個病的時候 讓我媽從門診一路哭到病房 那醫生就說你兒子得了一種 全世界無藥可醫的病 這種全世界無藥可醫的病 你能想像嗎 你被講說你是全世界無藥可醫 這種全世界無藥可醫的病 它是一種遺傳性的罕見性疾病 它叫做地中海洋貧血 因為它是一種遺傳性的嘛 所以在我的骨髓裡 會製造出不足夠功能的紅血球 所以我必須活得比別人 有點蒼白或者是血紅素不足 活力不足等等的狀態 所以我必須依賴著終身輸血 是終身喔 不是只要輸一兩次就會好起來那種 所以我先謝謝各位曾經捐起你們袖子 去捐血的各位 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我就不會站在這邊了 那除了捐血 除了輸血治療之外 我必須接受的是另外一種折磨 因為它是一種 因為當你輸血之後 你就會輸進過多的鐵質 紅血球它是鐵質做的 所以當我輸進過多的鐵質的時候 這些鐵質會慢慢沉積在我的身體的各個器官 我的各個細胞 我的心臟 我的肝臟 我的腎臟 我的腎臟 造成這些細胞的衰亡 所以我要同時進行的就是排鐵治療 那這種遺傳性疾病全台灣大概有百分之二的代因者 也就是以前大家生物課上過的大A小A 當這種百分之二遇到百分之二的幾率 然後這樣才有四分之一的幾率 剩下像我這種 擁有地中海洋性貧血的人 那根據醫學統計 就是大概會有 一千個新生兒裡面會有七個到十個 罹患先天性心臟病 那這麼好小不小 這麼衰的 我又是那其中之一個 我罹患的叫做心房中隔缺損 那好在在我幼稚園的時候就檢查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開刀了 他雖然補好了我的心房中隔缺損 但是卻在我胸前留下一道不可抹滅的疤痕 所以我小學就辦得那麼微小的機率開始了 那小學除了我要每個兩個禮拜去跑醫院去輸血治療之外 我最討厭就是每天要進行排鐵治療 因為排鐵機它是一種有毒性的藥物 所以它必須緩慢地去注射 所以我必須背著一台定時注射的機器 然後這台機器會每天陪伴著我八到十二個小時 所以大家小學的時候放學 然後大家很開心可以去課活活動可以去打球 但是我不能 我必須每天趕快跑一家洗澡 然後打著媽媽配好的排鐵劑 這個排鐵劑它打在我的大腿或是肚皮 是個位置輪流 不管是我晚上看電視的時候 我吃晚餐的時候 甚至是我睡覺左翻右翻的時候 他都陪伴著我 那到了早上把玩針的時候 我到了學校 我必須面對的是一群不喜歡我的同學 或者是害怕我有這個病症的同學 甚至是老師 因為這種罕見性疾病其實不常看見 所以老師他自己也會怕說我出了什麼意外 所以他要負責 所以他會跟同學講說 大家不可以欺負徐正陽喔 徐正陽他生病了 大家要好好照顧他 然後他附屬的自己大堆 很好 對他來講可能是要保護我的權利 因為老師可能覺得說我比較沒有力 或者是我比較不耐操 我可以不用搬客桌椅 我不用打掃 我也不用去抬便當 然後老師可能覺得我曬太陽會昏倒 所以我不用去曬太陽學那邊升旗 甚至是小學大家最喜歡的體育課 我被禁止不能上體育課 因為老師可能覺得我跑上 跑一跑就會暈倒 因為我附屬這些特權 但是那些以同年齡的小朋友來講 他似乎無法去理解說 為什麼徐正陽可以這樣 為什麼徐正陽可以那樣 為什麼他考試考察他可以不用被打 而我卻要被打 那時候我就變成全八人的劍拔 那時候另外還有在我胸前那道疤痕 我記得有一幕很深的印象是 當我彎下腰來 跟一個坐在一個椅子上的女生講話的時候 因為國小必須穿的是V0的襯衫 那時候我就彎下腰 我看他眼神看著我不是眼睛 他看著是我胸前那道不是事業線 而是意到他從來沒有見識過 他無法去理解 他從來沒看過的一個東西 我看著他眼神看著我目瞪口呆 然後他又說 天啊 你胸前怎麼有一道蜈蚣 自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學會去遮掩自己 我就不管再熱再麻煩 再V0的襯衫 再V0的任何衣服 我就在裡面穿一件T恤 去遮病到任何有可能被別人看到的機會 那時候在高中大學 我覺得我不能再這樣 所以我決定去遮掩自己 我決定去跟高中的老師講 跟大學老師講 請他們不要跟同學說我有這個病 我也假裝是個正常人 我假裝是個... 我戴一個面具 可以跟同學嘻嘻哈哈 我拿一個這個面具得以融入社會 得以融入同學 那時候他們也不知道我有這個病症 那是 當我回到家 我夜深冷靜 我關起門來 我把這個笑嘻嘻的面具拿下來 那我還剩什麼 我一樣是一句殘破不堪 無法造出正常血液的一個身體 我一樣是胸前有一大疤痕 一個會引起各位側目的一個身體 那時候我一直在想說 我來到這個社會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就是一個徹底消耗地球資源的人 我要必須不停地受醫療資源的幫助 才能得以到現在 那時候我在想我到底可以幹嘛 那時候我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在跟我任何能祈求的神 可能關世音菩薩如來佛祖或是耶穌 任何我能祈求的神 我盡可能地祈求 但因為有一天早上我起來以後 我不用再面臨這些折磨 我不用再面臨小朋友的異樣眼光 我不用再任何遮遮掩掩掩 我的地中海洋性評寫就好了 我就不用書寫排帖治療了 但是我所祈求的就是 各位曾經過過或者是現在 一樣在過正常生活 但是一如往常的 我每天早上都這樣失望了 但是我現在卻可以很自豪地說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很困難的人生 我甚至做了一個17分鐘的影片 去當我去年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把我的人生故事做成一個影片 把它PO在網路上面 去激進那些曾經跟我一樣 在夜深夢迴的時候 跟上帝去祈求的孩子 去激進他們用我的人生故事 所以你們一定很好奇 到底是為什麼 怎麼樣的東西 可以讓我到現在這個樣子 只是一個想法改變 你可以選擇 你的人生很好或是很糟 這一切都在你的一念之間 我可以天天埋怨說我有這個疾病 但是我不能讓這個疾病 來定義我自己 人生中本來有些事情就很困難 很難去處理 但是你都不能讓這些困境來定義你 曾經我看到一句話就說 當你跟上帝祈求一個東西的時候 上帝不會直接給你那個東西 他反而會給你的 是讓你得到那個東西的機會 我一生在祈求的就是 能夠勇敢地面對我自己 能夠勇敢地定義我自己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決定要去改變 你主導你人生的選擇權 你可以選擇你人生要走在哪條路上 我可以選擇我天天以淚洗面 埋怨為什麼我有那麼糟的身體 埋怨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對我 我也可以選擇去睜開我的雙眼 看到我還有擁有很多 我擁有健全 我還有四肢 我還有一個愛我的媽媽 我還有遇到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就用這些美好的事情去定義我自己 就像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比你昨天還要更勇敢0.001 經過365的翅膀 經過一年之後 你就比去年還要更勇敢的快1.5倍 那時候我就選擇去改變 在大四那一年 我選擇去參加救生員訓練 因為在救生員訓練途中 我必須穿著一條泳褲 然後就露在大家面前 我也不能有任何遮掩的動作 去訓練我自己去學得更加勇敢 那時候經過救生員訓練之後 有一天我看著鏡子 然後鏡子反射了我胸前的疤痕 我就有那麼一個想法 我說這個疤痕好像變淡 有這個疤痕好像變淡的想法 之後我自己突然嚇到 因為我知道這個疤痕 已經陪伴我快20年了 它從來沒有變淡 它也不曾消失過 但是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只是因為我自己 看我自己的看法不同 去看我自己的想法不同 所以造成我現在才有這個想法 人生本來就有些事情很不順 很不順遂很困難 但是我都勇敢地去面對這些困難 這些折磨這些苦難 那未來還有什麼事情 可以打倒得了我呢 那在大學期間 我就職的是中興大學的動物科學系 然後因為我用了我四年的 所學的知識 我做了一個 機知生長快速的原因 也許你們各位也曾經看過 那我們在做這影片的時候 然後我們之後所收到的迴響 是我們做夢都沒想到的 因為就一些媒體來採訪之類的 那時候我還更加了解到 我不用拘束在醫生當初給我的定義 我不是全世界無藥可疑的孩子 我是對社會有所貢獻 有所影響力的人 然後我又想到說 我受到那麼多社會的幫忙 我受到那麼多捐寫者 曾經捐給我的寫的幫助 所以我決定去做一個改變 那時候我用了自己的畫畫能力 然後在去年的跨年夜 然後我們就用人體彩繪的方式 就找了一群喜歡健身的朋友 我們只穿了一條四角褲 然後去請求跟辱人拍照 然後請他捐款 雖然最後募到的金額不多 但是我確實知道我讓周圍的人更開心了 也因為我有這個病的關係 我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 可能畢業之後就去遊學打工 去探索我自己的 因為可能因為金錢醫療等等的限制 但是換個方向想 我可以深耕台灣 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位好朋友 我舉辦了一個叫台灣狼遊台灣的活動 那它是一種體驗 深入去體驗台灣 我們用火車環島 用滑板代步的方式 去深入大大小小台灣的177個鐵路站 甚至是有些我連聽都沒聽過 甚至是我現在已經忘記的鐵路站 我們有了這個經歷 我們就賦予這個旅程特別的意義 我們是想要用鄰園環島的方式 我們到了譬如說我們到了彰化 我們就跟店家講我們的理念 請他們贊助我們一餐或者是一個晚上 然後你所贊助的金額 譬如說你請我們吃一碗牛肉麵 大概75塊 我們就把75塊寄下來 那我們經由這項旅程 快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金額全部統籌起來 然後我們去請求 我們順利請求到了三位 三個企業廠商 願意去捐出這筆同等的金額 就是把這筆台灣人情放大的意思 那自從舊成員訓練之後 我現在是個國小的體育老師 我現在當然是個合格的舊成員 那我也曾經加入學校游泳代表隊 那我也平靜了雙腳騎腳踏車 還台灣一圈 那我也去永度的日月潭 然後等等的 我現在也是一些 我現在也是合格的健身教練 以及游泳教練 但是我想要講的 不是要吹噓我自己有多厲害多厲害 我想講的是 如果打從一開始 我就抱持了這麼悲觀的想法 我就抱持了說 天啊 我是全世界無藥可以的孩子 那我還能做什麼這個想法 我就不會有今天現在成就的我 那時候很開心的就是有一個 我跟上帝祈求的一個東西是 排鐵機它可以從真劑變成口服治療 但是書學的治療還是要一樣 同步持續著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學著 看事情的看法不同 去看自己的想法不同 你就可以翻轉世界 那現在有些人會問我說 欸 徐志強 你的夢想是什麼 那我的夢想其實很簡單很平凡 我的夢想只是想要讓身邊的人 都有這種翻轉想法 翻轉世界的能力 你就可以活得像童話故事般一樣 每天都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就像我剛剛最早講的那個例子一樣 它只要轉換了想法 它就不會那麼生氣 它又不會這麼憤怒了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感恩 去睜開雙眼 看到你其實擁有很多 你其實過得非常的幸福 讓更多美好的事情去定義你自己 而不是在你背後 嫌言嫌韻的人去定義你 那最後 這張照片是我在Facebook的封面圖片 就是要提醒自己 要比昨天的自己還更加勇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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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